前面开头单元就像我们会先把基本的这些指令跟大家做说明 所以上面这些我只要叫出来的 像上个礼拜是这一边 再来我们今天是这边跟这边 然后UCS我是把它独立在这里了 然后还有这一边这几个指令 这是基本的指令 还有就是说在那个功能表列里面会用到的 我想你就慢慢熟悉之后 将来我们要画更复杂的图才有办法延伸出去 那之后的图都是这些功能的综合应用 综合应用 所以我想再来我们来看那个矫椎 所以你们如果说对有一些细节 还不太熟的同学回去可能要多画几次 OK 那矫椎的使用方法 特别是你游标放在上面 它会出现告诉我们就说 它画矫椎基本上是从1 1的话是它的中心点 再到它的边缘 再到它的高度 所以如果今天我要画一个什么呢 假设我今天画一个 我先点一个中心点 那这边拉过来好了 假设我沿着X的话 给它一个多少呢 给它一个50好了 50 Enter 然后向上的话呢 我今天给它一个100 OK Enter 好 那你会发现 这个出来的结果 它的边长应该是多少 50嘛 那50是从中心点 再到它边边 对不对 那边边 两边是一样的 所以应该是多少 应该是100 如果你不确定的话 可以用一个方法 工具类上按右键 这边会有个所谓的查询 你们可以需要用的时候再叫出来 点一下距离 再把边边 点1 点2 答案就出来了 100 那你如果要测其他的 你可以测其他的 这边可以让你去挑选 那基本上是距离 距离是100 那假如说我今天希望这样 我希望做一个动作 因为现在 从中心点上去 假如说我今天要做一个脚椎 底部呢 都会是100 可是我今天希望 从中心点上去呢 也刚好是100 的高度的话 那因为现在的高度 应该不是100 可是我刚刚好100的话 那该怎么做 第一个当然 我们可以把这个脚椎 稍微再做一些调整 然后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先是中心点到那个 中心点到那个 边边是50 所以它的边长就100 高度也是100 因为它这地方有3的话 是从中心点上去100 可是我今天如果要改 比如说我今天我希望 把这个斜边 它现在斜边多少 斜边 如果你现在量一下 应该不会是100 应该会是 应该不 就是数据的话 一定不会是100 可是如果说 我今天如果说 我今天假设 我希望把斜边 变为100 我现在如果要画一个脚椎 那因为脚椎 它只能画高度是100 不会是斜边是100 所以如果说 你今天要画一个脚椎 它的斜边是100的话 那该怎么画 就不能用原来的方法画了 如果说你用原来的方法 就不能够展出来 因为你要怎么算呢 你可能要先算好 高如果是多少 高如果是 可能你要一个公式 高 等于 那当然你不可能算